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7日 星期一 台灣 終於守不住了 頂了一年多 終於 疫症也開始爆發 我們早一陣子 上個星期指出 我很懷疑這次的事件 跟中共的間諜有關 因為 沒有什麼大家 認真想想想 每逢這個世界有一點好轉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事情爆發 中國的敵人 美國 英國 然後就是印度 日本 現在輪到台灣 所有中共要搞的人 全部都是突然爆發的 台灣在頂了一年多之後 終於失手了 我們 有理由相信 中共 中共 放毒的機會一點也不小 我們不敢說他一定是他 但是他絕對有因做這件事 因為中共 是從來沒有底線的 尤其是 對於人命 他們完全是一個數字 當年大躍進 三面紅旗 然後大飢餓餓死了三四千萬人 當時的老母在七千人大會上被批評 他 說了一句 很糟糕的說話 他說中國人 我國有七億人口 這是一根手指頭 和九根手指頭的問題 意思是說你不是為了一隻手指跟我計較那麼多 中國那麼多人 死幾個死幾千萬 類似的 所以 我們是有理由相信 這次的台灣 是跟中共有關的 另外一件絕對是跟中共有關的 就是泰國 這個國家女排 這個 女排的國家隊 26個球員和工作人員 最近全部集體感染武漢肺炎 基本上是成為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醫生在14日指出 這個案例證實 沒有任何疫苗可以100%保證不感染 更何況 女排各手指接受注射第一劑 球員在集訓之中 幾乎24小時 都是一個密切的家庭式接觸 集體驗疫並不令人意外 這是泰國的報章 這是泰國的報章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中國人民日報大肆報導 泰國的女排國家隊 26名球員和工作人員 全部集體感染武漢肺炎 但是他只不提 他們之前 在4月份 4月29日就打了第一劑的科興營 他一直說 他的報道就是為國家隊軟式 不能夠參加奧運 貓哭老鼠 我們即時找到泰國的報章 這份 是泰國的 應該是 世界日報 在曼谷是有分店的 我有經過過的 泰國女排國家隊原定本月25日前往意大利參加世界排球聯賽 但是12日 參賽前的核酸檢測結果 22個球員和徐隊的 官員全部呈陽性 泰國排球協會已經辦理退賽 並將所有 驗出染疫的人員送到醫院 治療觀察 之後確診人員又增加到26個 國家疫情管理中心發言人 塔威實醫師表示 即使打出疫苗也好 也沒有辦法 保證不會感染 國家女排隊 群體感染事件 可以證實如果防疫措施鬆懈 一定會造成感染 希望各方吸取教訓 烏文他尼 府沙帕申巴 眾 醫院 的 帕他納 蓬醫師 全部泰國認名 在14日帖文表示 分析認為泰國女排集體染疫的事件並不令人意外 雖然女排隊所有球員和工作人員 已經在4月29日接種首針的疫苗 但是按照智利的研究測試結果 接種中國科興公司的滅活疫苗第一針 兩個星期之後 免疫效率只能達到16% 需要在注射第二針之後的兩個星期 免疫效率才能提升到67% 至於其他技術生產的疫苗 免疫效率激增的速度較快 首針注射後三週內可以達到60-7%的免疫 兩針 第二針後的兩個星期 可以達到70-75%的免疫效率 重點是 沒有任何品牌或任何技術生產的疫苗 能夠達到100%絕對阻隔感染的效果 他們十分之厚度 即使中國科興疫苗打完第一針 免疫效率只能有16% 打了和沒有打的分別很小 要打了第二針才有機會有效 這是出自世界日報 這是一個挺親共的報章 沒有屈你 不過中共 當然要隱瞞這件事實 不敢告訴別人 泰國女排是打了中國的科興疫苗才感染的 我們 繼續報章 泰國女排國家隊由於要出國參賽 所以採取集中訓練的方式 球員幾乎24小時生活都在一起 而且在訓練中 時不時有大聲叫效 免不了口沒四處 飛淺 訓練場所的 這個地方也是封閉式冷氣空調房間 空氣流動性差 球員之間相互接觸呼吸道內 體液 氣膠的機會達到100% 所以只要一個人攜帶病毒 其他人員應該一定會被感染 全世界訓練也是這樣 有哪個訓練不叫的 有哪個訓練戴口罩的 泰國排球協會主席 仲蓬表示 雖然協會方面已經辦理了退賽 但是還有一些可能 就算檢測太過靈敏 把球員體內的疫苗 和抗體識別為病毒 球員和教練均已經接種疫苗 所以很可能 在這次驗出來的感染是假陽性 所有球員和教練都沒有任何感染症狀 國際排球協會也同意有這個可能性 因此 要等泰國 安排總方面 覆檢確認 如果可以證實是假陽性 即是泰國隊仍然有機會出賽 告訴大家 中國幾個科興疫苗 採取了滅活疫苗 即是 他是把一個病毒提煉 意思是把他剝牙 注入你的體內 然後 令到有使你的身體裏面產生抗體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了 不過 剝了牙就不代表牠的牙不會生出來 或是剝得不好 牠會繼續咬人 中國的疫苗就有機會有一個風險 所以 我們當時嘲笑過 他的 保護效力基本上是比百家落重莊的機會更加低 這劑 中國也是刻意隱瞞 在《人民日報》大事報導 泰國的女排國家隊 染了疫苗 但是 隻字不提 他們是打了你們中國的科興疫苗 這個問題就有出現 因為人家現在外國已經不用這種滅活疫苗了 因為太危險了 隨時在提煉這個疫苗過程中 其實就是把這個病毒注射在這個 人員身上 如果你那個 稍微有一點差池 基本上你就不是打疫苗 就是注射這些病毒 當然死的人多了 所以這個疫苗產生了那麼多人死 其實那個原因不是說沒有的 就是他那個疫苗的質素 未必每一劑都那麼好 可能有些參差池成份 使得 有人就糟糕 有人就 面癱 有人就中風 甚至乎 有人流產 這個我認為 大家對於中國的課 其實也會很警惕 大家不會相信中國的奶粉 為什麼會相信中國的疫苗呢 說出來是不是很匪夷所思 中國人 因為 中國的奶粉有毒 人們排隊衝來香港買 去澳洲買全世界的奶粉給他們掃光 就是不相信中國的奶粉 你竟然 有人會相信中國 所生產的疫苗 是沒有毒的 是不會打死人的 這些人只能夠引用 阿嬌說一句 很傻 很天真 當然如果他吃完鮑魚之後 可能就是我那麼傻 那麼天真 是不是 這一節我們 暫時說到這裡 遲些會繼續 跟大家說 其他的話題 拜拜